疫情持续冲击产业 包括国王客运决定开出第一枪 因应路线减班幅度达5成以上 各路线营收也减少超过9成 要发放奖励金 鼓励员工6月开始可以为期一个月 请特休就每天发200元奖励金 如果申请留职停薪 当月还可以领到5000元 但是也有员工不满 认为一个月5000该怎么生活呢 也认为真的已经冲击到了收入的问题 对此业者回应 并没有强迫员工 必须要请特休或者是留职停薪 也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发放纾困补助 让他们度过这一波营运寒冬 受到疫情冲击 假日国王客运大厅宛如空城 搭乘人数雪崩式下滑 为了能够永续经营国王客运开出第一枪 鼓励驾驶在6月份请特休或是留职停薪 收入也锐减了 驾驶利用这段时间用特休一个方式 还是说留职 因为我们这个都用鼓励的 也没有强制员工必须要这样去做 像驾驶喊话希望大家共提时间 因为疫情冲击下了科运真的营收锐减 看看国王客运寄出的公告写下 因为三级警戒恐怕延续 路线减班幅度达五成以上 各路线营收也少了九成以上 从6月起鼓励员工请特休一天给200元奖励金 当月留职停薪的人发放5000元奖励金 也引发员工不满 生计恐怕会出现问题 统计目前公路客运减班表显示 一般路线的客运原本平日有1852班 减班后只剩下1264班 原本假日有1807班 也减到只有1255班 而国道路线的部分 从平日的7547班 减到剩下3989班 假日也从7593班 剩下只有3817班 也让客运业者向政府喊话 期望能够尽快伸出纾困元首 政府是不是说重视这个问题 纾困方案也要持续来办理 甚至说应该要更加的一个升级 除了客运工申请特休和流亭 来减少支出 还得仰赖政府纾困资金尽速到位 能否撑过这波影音冲击 让科运业者伤透脑筋 记者综某道